老夫子一个大招 先捆住韩信接挑 此时曹操进场配合纳格鲁鲁 强秒韩信 而另一边 Sweeper连斩两人之后 继续趁身追击 关于一个防守性的回顶 我的天 这波Sweeper拿到了暴军 并且技巧对面两个人 是的 继续顺势 往前压队队走不了 张佩格大招 投在墙上 雏勇进场 但是被鬼骨子而进的吸道 反身还要留人带回鱼姬之后 能不能秒掉伤害不足 还剩老王一个 而且那个路到了 没错 老王这边有点危险 如果初遥再过来 他也要危险 老王一个害手跳 祝贵梁过来 一个大招 直接收掉 纵情没有蓝了 而且这个蓝buff可能 拿不到同时还被带走去下屏 这是刚才一个韩信没有蓝了 不知火舞草虫当中遇到鱼姬 佩格祝贵梁直接被秒 这场比赛的节奏 老夫子下落 大到了鱼姬 一个大招 在拉尺距离之后 配合到自己的队友 哎呦 还是被带走了 但是诺龙 黑影战机形态赶过来 能不能踩到 屁股做死 再配合到鸟 和鬼骨子的伤害 再带走不去火舞 实际是印记砸死了 我们看老王脸探视野 还好血线比较后 还反手一个大招 但自己队友无法跟上 不敢上 老王这一下卖的有点深了 不行 纵情还要去打一波伤害 两边经济差拉的 一个是有点大 另外一个是刚才韩信单偷的 今天速度有点慢 哎呦 直接被秒了 老夫子还在做分推 但正面才想要强打 潇洒开出二技能之后 我们看下不知火舞的雪亮 一边给我踩下去 还好就自由之意 但是没有办法 还被带走 正面清掉兵线之后 血线有点不好 这个韩信走在钢索上 再次掉下悬崖 又被顺秒了 上路 老夫子应该是对上曹操 进行一波单挑 但怼怼这边 还好依靠 应该是开了大招 但进化CD 一个大招并没有 救下 超高爆发的伤害 还有远程的poke 潇洒一个闪现 配合到纳克露露 一套直接强秒 而定位的老夫子水亮很残 一个鸟下去 普攻能不能打出来 并不行 不过这样就是兵线 我们看老王 没有大招 挡不住 这场比赛 Sweeper非常强势地成功拿下 是的 那我们要恭喜Sweeper先下一城 截局看到张飞 一个反吼 但是自己的队友 还没有继续过来 羽姬选择大到诸葛亮 一个闪现交出老王这边 我们看 故事后进场之后 配合队友直接秒掉 诸葛亮拿到一选 正面两人这次赶紧撤退 不然的话自己可能走不掉 诺龙再往前两棒 带走孙力 二人击破 直接二人击破 直接二人击破 还要收 再一棒 三连决胜 三连决胜 达摩再过来 配到自己队友一个大招 不行啊 清晨你这是插翅难逃 我们看中路不知后我 在调戏孙病的同时 配合到自己的队友孝主达摩 直接带走 里边孙悟空赶过来之间 一个大招 两棒 看到半血之后 可能要反杀 躲到队友身后去挡掉 准备了致命一击 张飞一个大招 反后怼怼之后 自己的队友赶到 由哪吒瞎撞掉孙悟空 这个是孙悟空本代季的首次登场 我们看别急 正面老王直接被秒 三棒切 但走正面 正面进场一个大招之后 并没有打出效果 反观诸葛亮又卖得有点深 清晨这波进场被张飞吼开之后 被五人 围剿了 杨简先手配合朱格亮 但没有斩死 不之后直接被反秒 在仙诗音的情况下 JC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 洛龙雪线并没有强秒掉人之后 正面继续往前连 雪线都很长 韩信从侧翼进场 配合队友带走一个 潇洒雪线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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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笑处反下掉一人之后 在四人的一个团队当中 不行 韩信在侧翼 对面蓝波要复活了 能不能进到兵线 倒是目前的关键 是的 张飞一个人已经扛了很久了 但是对面四人 瞬间被打掉半血 看正面进场 怎么清这张线 大招还没有开出来 再来送后两棒 清到兵线之后鱼姬 正面一个大招 配合普攻带走哪吒 草丛还要选择主动打 打我们一拳上枪两人 我们来看一看这边 整体的一个效果 不止红武要被反秒 好 诸葛亮这局没有拘到人之后 位置还不错呀 此时张飞一个大招 吼开两人之后 正面 JC韩信再次进场 配合到孙变的暴 能不能暴死 潇洒被诸葛亮二姐能踩死之后 正面被孙悟空和于晋 反身敲号 这波被纵琴收掉 双方三换三 是 这波节奏是你来我往 刚才孙变的一个大招 也是奠定了这次一波节奏 再来野区看到人 两棒敲死之后被宋灵带走 现在变成四换四了 路同时开 与其向路 配合到Z的队友能秒吗 并不行 韩信被带走 复活甲站起来之后 杨剑没有复活甲 明刀效果没有支撑足 校主有反乡刺甲 所以他不许韩信 小艺不过气 现在余晋伤害也比较足 诸葛亮二技能踩脸 和他韩信过来 但韩信觉得很残 被余晋一剑直接点残 是的 直接带走诸葛亮 看下纵情的位置 但是被大招定住 一棒能不能走明刀 效果让自己活了下来 而里面的精神 用二技能不断的翻飞 不知活物赶来支援 被孙悟沉没之后 再特意帮助自己的队友 成功联手两人 而里面的达摩 看到了队队 还要继续留人 因为如果你再杀一个 其实对于对方的高地 是有足够多的威胁力 因为余晋被韩信给单抓死 蓝博血线也很残 会被韩信受到威胁 来看一下 Sweeper 全部赶过来支援之后 张飞一个大招 选择先手 余晋和不知活物 边打边撤 JC正面选择入侵 然后我们注意一下 队队的位置 来到了诺龙的方向 但是 可能要被直接反带走 一发明刀 成功守住 但韩信先倒 JC连倒两人的情况下 初庸正面 经常开始会员 但是并没有带走一个人 JC有点危险 至少这条主宰 是很难防守下来了 兵线还没有进塔 超级兵要过来了 我们来注意一下 超级兵的位置韩信 我的天 对手赶不到 成功扳回一分 走到 往上老夫的一分滚 老王这边血线 要被直接带走 并没有到达四级的张飞 还没有伤害 反而让哪吒拿下 一血之后 赶来的一个纳克鲁鲁 再收参局 哎 杨洁狗盗 一发掀手 哎 清晨是躲掉了 鬼谷子的二技能 但是并没有躲到杨洁的 第二段三技能 对 不之后 一波消耗 那最后应该是 打不起来了 这波鱼姬也是被杨洁 大招给带走 是 诺龙二技能 诺龙还正面进场 纵秦这波瞬间伤害非常的高 是的 隐晨给到之后 清晨可能要被拉回来 诺龙狗盗 直接上来秒杀 直接释放第二段狗 再上 给到纵秦三段吸血 小洒一个闪现上来 并没有留到那颗鲁鲁 拉出来打 可以规避掉暴君子 好伤害杨洁 并没有抢到 但自己卖得有点深 三段吸血吸出来之后 并不能走出去 被鱼姬带走 走不掉了 卖得好深 明月上路 单元的清线校主 真的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但蓝博赶过来 支援之后 大招还没有交 出用一个无法选中的大招 是锁掉了诺龙的一技能 闪现交出来 还被拉回来 没办法 大招交掉之后 是深陷敌群 也是走不掉了 是 我们来注意一下诺龙被看到 二技能 第三段吸血 被纵情的那个鲁鲁 反身鬼骨磁锡 三人咒 校主选择进场 正面重面形态 直接被鱼姬带走 蓝博一套伤害打出来 自己被一通反秒 我的天 走到二技能 拿回来 哇 手都走不掉 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下路哪吒 对上老父子继续 牵着下路米月 又是一拖 配合到那个鲁鲁进场 还好蓝博出来 打了一下 被鱼姬一剑射死闪现 进场一个大招 没有办法 哪吒车再一飞 螳螂补枪黄雀在后 张飞一声怒吼 余生也守不住啊 高低还有一个炮车 鬼屋子能不能轻掉 还好是可以保住这座高低 但自身命 但是自身不保啊 自身不保 我们俩赶出了一个闪现出来 短剑形态 砍出沉默加减速 中间切二级的继续往前 孝鼠是带走了哪吒的性命 不过纳克鲁鲁一屁股配合鸟 下来之后 还好二技能没穿到 而且孝鼠还成功生退了 是的 不过中三座外塔 都可能会受到危险 先请下路兵线 正面葛骨子进行一波消耗 下路兵线进来 老夫子捆到了一个关键人物鱼姬 但是可能自己要被反秒 鱼姬非常安全 还在后面继续输出 但是我们可以追到 花木兰的位置 中间形态并没有切死 兵线已经慢慢进入到塔的里面去 JC带来一波团灭之后 要恭喜他们 让一具尔赢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恭喜JC 完成了 下达 下达